加州大學洛杉基分校校園內支持巴勒斯坦的營地在一夜之間被拆除 此前支持巴勒斯坦者和支持以色列者於星期二在校園內發生暴力衝突 下方在星期三下午6時發出驅散令 星期四凌晨3時左右來自多個執法機構的官員開始在校園內拆除營地 據悉警方在拆除營地的過程中對抗議者使用了武力手段 如閃光彈和橡膠子彈 整確拆除營地的行動持續至白天 數百人遭到拘捕 被送入洛杉基縣監獄 營地被清理後被拆除的張篷、食物和垃圾散落在校園內 Royce Hall的牆壁和地板被噴漆破壞 上面寫著多條支持巴勒斯坦的標語 校方宣布本星期的其他線下課程被取消 TNS記者編輯報導 TNS記者編輯喔 TNS記者編輯 O 李沙 TNS記者編輯 TNS記者編輯